腾讯体育剧上赛季维克托奥拉迪波迎来打爆发,但惊吓奥拉迪波并未卸带,从步行者出局的第一天起。 他就在把奔苦练,奥拉迪波的训练师大卫要立山大放眼,下赛季的奥拉迪波会领对手胆寒,他正进化为迷你勒布朗珊姆斯,NBA交易签约专题上赛季,奥拉迪波场均得分20加,他还入选了年度最佳防守阵容一队,是自2010到11赛季的科比布莱恩特之后,第一个做到这点的后卫, 要知道,前一个赛季奥拉迪波在雷霆场均不过得到15.9分,命中率为44%,在2017年夏天,体重221磅的奥拉迪波在亚历山大帮助下调整了饮食结构,他在三周时间里减重10磅,其体型愈发完美,当时奥拉迪波太臃肿了,亚历山大说道,他吃了太多腌制食品,糖类, 这些东西无法给你的身体,你的大脑,心脏,各种器官,肌肉,提供能量,对身体都没好处,基本上那些食物可以说是毒咬,在苦练过程中, 奥拉迪波得知自己被雷霆送到了步行者,亚历山大说,当他得知被交易,那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,上赛季,奥拉迪波场均拿下23.1分外加联盟最高的2.4次抢段, 他进入了全明星,带领步行者杀入了季后赛,再守了下注詹姆斯和骑士一身冷汗,在步行者输掉抢期后,奥拉迪波便联系了亚历山,把,要马上进行修赛季的苦练, 5月21日,奥拉迪波就回到了训练馆,新赛季,奥拉迪波又忘记一步秦升表现,亚历山大就说,如果你觉得上赛季他打出了爆发式的表现, 那么新赛季他会打出令人极其胆寒的表现,他正进化为迷你占黄,奥拉迪波的运动能力不比詹姆斯逊色太多,他场却23.1分,5.2个篮板,4.3次助攻, 2.4次巧断的表现,跟詹姆斯比还有一定差距,但奥拉迪波继续进步,提升组织能力, 他确实比有着迷你占黄外号的布莱德索更像詹姆斯,从一达到五。